其實第一個 剛剛黃老師在講 他說他那T恤做七點半 我先講他有種 不然他做六點半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七點半 你可以提早到辦公室做六點半 看有沒有很多人要買 剛剛上工在笑 我沒有偷開車 不然你們就做六點半 看看男性朋友要不要買 好 第二個七點半上班 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 因為你的市政的 市政滿意度都是最後一名 你這有什麼好說的 對不對 不然你就做一個第一名 對不對 第三個 我覺得柯文哲 他在面對這種國際外交的失禮 已經不是最 不是第一次 我這邊整理一個給大家看 你看 從二零一五年 那時候他也剛選上市長 沒有多久 接一見人家 英國鐵道貿易團的這個團長 英國人 然後送他懷錶 他說那個叫破銅爛鐵 導致人家還要去道歉說 我是不是送錯禮物了 這個不符合國際外交 再來接受美國的專訪的時候 就說你們知名的越久 就代表你們越進步 得罪美國 剛剛是英國 現在美國 再來去以色列的時候 就講說六百萬人遭屠殺 是猶太人最大的宣傳 得罪以色列 然後再來二零二三 這個關於釣魚台的 再來就去日本的時候 會見麻生太郎 又把對方當成是安倍派 又得罪日本 對不對 那再來二零二三月選總統的時候 又去酸 葛萊營現在最討厭他了 對不對 酸葛萊營 又得罪美國 你現在接見歐洲綠黨 又得罪歐洲 那全世界都幾乎都快要被你得罪光了 他這種如果當總統 見外賓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覺得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選過總統的人 你二零二八年 你還想要選總統 但是我就發現說 他每次都是用這個邏輯 你看這幾天 我們在討論台治光 在討論這些案子的時候 他就突然 突然給你講一個說 那我們的那個民眾黨的得票率 就是比你們歐洲高 你在國際的這個接見的場合上面 你講這個要幹嘛 你又沒有當選 你不要常常覺得在那邊沾沾自喜 覺得好像自己在臺灣很厲害 可是你到了人家國際的場合上面 你的失禮 其實是讓臺灣在國際上面丟臉 丟大了 所以我覺得他都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顯示他的個性叫什麼 自我為中心的苛白目